大家好,我是修車阿中 現在我在檢查一部馬山的 2011年的1.6的霧燈了 因為從即日起,驗車要檢查霧燈 霧燈要亮才可以檢驗通過 就是說去監理處檢驗要檢查霧燈 今天早上就來一部馬山的 霧燈不亮 2011年1.6 結果我在查那個他的那個計電器 查了我不知道在哪邊 結果查了有一點時間 發現從一個發現他的計電器竟然在 右側保險桿裡面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計電器 在右側的保險桿裡面 我也在找那個 那個什麼 保險絲盒、計電器盒 都找不到 結果在右側的 保險桿 這部側因為有去 之前有那個撞擊道 所以這個這個地方 造成的計電器不良 可能影響到那個開關也不良 這個就是 霧燈計電器 我就講到這裏 謝謝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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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